林幸福西两人和两名小孩一家四口 26号晚上走在斑马线上 没想到 惊悚瞬间曝光 旧驾的黄姓男子把四人撞飞两层楼高 在重重摔下 妈妈当使用肉体挡车保护女儿 却重摔惨死 疑似对象来车 不理让行人 酿出死亡车祸 遇到假日的时候 车流量很多 可是都没有警察 目警民众看傻眼 附近保全也出来帮忙指挥交通 救护车赶到现场紧急帮伤者送医 爸爸外伤性多处骨折 目前生命真相稳定 无节肢之余 妹妹头部外伤 颅内出血 借借双脚骨折 颜面骨折 而妈妈当场惨死 儿子一家四口被撞 爷爷讲到哽咽哭哭出来 现在儿子状况被插管无法言语 情绪躁动要找妻女 音约感觉情况不对 只能找时机告知妻子死亡真相 但妇女三人现在人不知情 刚才他们没家 不知道我都没家说 肇事的黄姓男子已经是三度救驾 这一次就撤职高达1.24 救驾致死移送遭院方收押 最终判十年有期徒刑 恶行难改撞死人 口中再多的抱歉已经来不及 对不起对不起 记者高雄走不倒